睡覺是爆米奇還是狗狗 我不是睡這邊 我是睡裡面 這邊是給就是 譬如說有人來我家玩啦 住宿一宿的好不好 所以我家呢 有兩張床 不是一張床而已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今天來跟大家掏心掏肺啦 聊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那最近的這個MeToo事件不斷延伸 其實蠻多人真的密我 IG啊 或是網路上問我 其實我開台了八年多 我真的是偏少聊這個東西 通常搭訕、騷擾者會先掃描 這個人是我的菜 但是呢看起來不好搞 所以成功率可能是在30%內 但今天如果有一個女生 你覺得他還不錯 OK 然後剛好你又肚子餓 你掃描下來成功率有在70% 這些人就會出手了 就是他會選一個 他成功率高的人去出手 因為我在當空姐的時候 有跟一些喜歡吃Crew Mew的男生或女生聊天 在這邊如果不了解Crew Mew的話 可以去看我這一支影片 OK 另一種就是有權力跟資源的差距 那可能是你的老闆啊 等等之類的 他們根本不管你怎樣 直接用超不尊重的方式 他就篤定 反正我就是 比你厲害、比你紅、人脈比你多 即使不成功 你摸摸鼻子 你也就走了 這種東西就真的是讓人非常非常不舒服 因為像我就是碰過幾個 所以呢 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用什麼心情來聊這件事情 我本來就是不是一個會討拍的人 比較不會講傷心難過的事情 所以如果等一下你們有發現嬉皮笑臉的話 這邊就先不好意思了 因為可能嬉皮笑臉比較能掩飾我自己的傷疤吧 好啦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在空服員的時候 所遇到的MeToo事件 現在是不是很驚訝 你這個樣子有人要MeToo你誰敢 你這麼大聲公 這個阿菜你看起來就很tough 然後呢 條件很好啊 應該沒有人敢惹你吧 我跟你講啦 在當空服員的時候 難免會遇到一些令人想不到的事情 即使我現在這個樣子 我以前也是因為太菜 所以才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知道怎麼保護自己啊對不對 回想一下 記得是我差不多年幼時期啊 2010年 好啦也沒有多年幼啊 就是我當空姐菜雞的時候 那時候呢 我剛剛進去受訓 我記得那時候還不能使用機票的福利 成功變成一個合格的空服員之後 你才能使用 好不容易通過受訓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終於可以使用了 然後就很開心的 想要用一折機票來回台灣這樣子 就覺得阿會常常回去看朋友 達到我之前想要的目的了 於是呢 我就差不多用一折機票 一個禮拜 就回高雄兩次 然後高雄機場大家都知道比較小嘛 所以工作人員有不多 如果你很頻繁的飛的時候 你基本上都會碰到差不多的工作人員 不管是找地的啦 地勤啊 海關啊 移民局啊 等等的 我記得在第二週的時候 我剛好要從高雄回香港 那個時候 我記得應該還沒有臉部辨識 臉部辨識可能剛開始出來 或我不記得了 反正我就是去用通關檢查的 然後我記得那天人非常少 因為我通常 我們會大班機 我們不想跟人家撞在一起 一定會排掉就是周末嘛 海關很快就過了 過了之後你就直接去移民館那邊了 我記得那個是一個中年男生 然後他就看了我的護照 然後就說 你等等能不能到左邊第一個房間去等我 我心想說 咦是有什麼問題嗎 然後我就馬上想 因為我之前很常飛美國 那那時候我因為沒有簽證 所以呢我也是非常的來回 頻繁的要出境入境 那個時候我在香港就有去過一個小房間 那他只是去問你說 你怎麼那麼頻繁啊這樣子 其實我想說 欸在台灣也會喔 是發生什麼事情嗎 那時候我就很菜嘛 我也搞不清楚 我就有點擔心 因為我等一下飛機要飛啦 沒有記錯的話 那個移民走出去的話 右邊會登機 應該有一個貴賓室 左邊好像也有一個貴賓室 我就在那個門口等 我說等等等等 突然就有一隻手從背後拉我 然後進那個房間 然後我想說 幹這個房間也沒有開燈是怎麼樣 怎麼那麼黑 然後他也沒有要開燈的意思喔 然後我還傻傻完全說 欸是我的護照怎麼啦 還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我一點危機意識都沒有 結果在我還在想的時候 他就直接壁咚我 我記得他是一個中年男子 頭髮就是有一點少 沒有戴眼鏡 然後他就直接壁咚我 問我說 你一個人喔 我想說 哈囉 這幾場不是夜店耶 然後 我終於意識到怪怪的 然後老實說當下 真的腦筋沒有辦法想 然後我自己也僵住了 然後我認了幾秒說 喔我要去搭飛機 因為他壁咚我 所以他身體就一直往前推 他就一直往我前進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把手放在這邊 然後我就用我的手這樣 一直往外頂 然後我要往外走 我就講話很大聲 沒有我要去搭飛機就是 越來越大聲的那種 然後他就這樣 噓噓噓 之後我還要再講話 我說 欸有什麼事嗎 他就用手 他這樣嗚住我的嘴耶 然後這時候我終於終於回過神了 我就更大聲說 你想幹嘛 然後我心裡其實超級害怕 他就說 喔沒有啊 只是想問問說 可不可以跟你要電話 他靠我這麼近 我真的超級不舒服 我還在使命的就是往前抵擋 還好那個時候就是有人 好像路過還怎樣 他看到有人路過 他就往後推一個 我就直接 這樣一個拐 然後衝上去把門推開走出去 走出去之後 他就在裡面 再也沒有出來了 我就往另外一邊看 就人多的地方看 我就直接手刀 往右邊一直走一直走 我也頭也不回 完全不想理他在幹嘛 我就驚慌失措 跑到右邊的鏡頭 然後那邊已經是登機門了 於是我就看到一個地勤人員 我就直接跑上去跟他 講述剛剛的事情 然後他有問我說 欸是什麼特徵 哪個部門啊 可是我實在太緊張了 所以我根本講不清楚 然後他也沒辦法 因為畢竟他們部門很多 然後只說會幫我去看看 然後我完全的心情就是 抱著一走了之的心態 反正我飛走了 也不會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我以後也不會碰到 以後有人再叫我去小房間 我一定 嚴厲斥責 SOP就想好了 忘記就好 回想起來還是非常不舒服 重點是 你會怪你自己 怎麼意識這麼差 怎麼沒有想到更好的解決方式 沒有保護好自己的感覺 很多人都會說什麼 那個時候你就要一腳踢他的雞雞啊 你一拳過去啊 或者怎樣 我也是這麼想 當你自己碰到的時候 你是想趕快逃脫 我不知道他還在不在 但是只要他出現 我一定認得出來 再來 我要講第二個事件了 發生在飛機上 但是我當時不記得是 飛哪一班機了 不過剛剛好 記得是受訓完商務場 受訓完之後 你要在工作差不多一年之後 你才可以去再受訓商務場 然後上飛機的第一班 基本上呢 我就是帶著超級無比緊張的心情 因為我完了完了 等一下會不會做錯事情 所以我就一直反覆的想著SOP 然後我記得那班機呢 我是跟一個 SP的姊姊 哥哥是FP 然後再跟一個老菜鳥的BC 那等級就是 SP大於FP大於BC 然後我們是四個人 我就跟那個 FP哥哥 配在一起 然後那個姊姊 就跟另外一個男crew 配在一起 然後那時候我還很慶幸說 太好了 不是跟SP 配在一起 因為在飛機上 你跟那個SP 配在一起 因為很緊張啊 因為他們就是裡面的大哥大姐啊 然後於是我就準備要去 拿乾冰冰白酒的時候 然後哥就走過來 他就跟我說 阿妹啊 來阿哥 教你 他就拿起我的手 他說你這個量呢 差不多這樣就好了 要不然有時候呢 這個白酒會太冰 然後我當時想說 喔 哥很熱心耶 對我很好 我完全沒有想很多 於是呢 終於到這個出餐的時間了 然後我心裡想說 喔拜託拜託 讓我好好的 過完今天就好 畢竟我們是非都是非來回班機 反正去了 之後再回來 就是兩餐 然後出餐的時候 哥其實真的蠻關心我的 那細節我就不一一說了 當然有時候會有一些身體碰觸 因為我們是 兩個人是這樣站 然後我們的餐車可能在中間 然後拿東西要給他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觸碰到我的手啊 他會這樣握 他不會這樣拿 他會這樣握 但是但是 我們公司就是外商公司 我們公司外國人很多 所以這個真的很正常 我真的是不以為意 我們見面的時候都是會親臉頰的 完全很正常 然後我回廚房的時候 阿姊就小聲跟我說 哎呀 阿哥 so nice 啊 還沒啊 take good care of you 喔 哇 他笑容就開始怪怪的 我想說 嗯 之後阿姊就問了一句話 Honey啊 Do you want to swap with Kevin next sector? 我忘了他叫什麼名字 所以我們就先叫他Kevin 然後我就想說 還沒做完第一餐 阿姊為什麼就叫我回去的時候 要不要跟他一起做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想說 啊 是呀 是呀 是不是看我剛剛都做錯事情 他想要定我 就馬上就說 喔當然當然 我心裡想說完了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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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終於呢 到了吃點點的時刻了 然後想說 OK 第一餐終於要度過了 然後甜點吃完呢 阿姊那一條其實已經收得差不多了 阿姊就說 喔 他要跟那個 所謂的Kevin啊 然後經濟艙幫忙 因為經濟艙很滿 這邊商務艙就留下來給我 跟哥看守 然後那一天呢 甜點就是有一個塔 我們有一個塔 然後上面有很多奶油 我收回來的時候 我手上 就沾到奶油 那時候哥要接過我手上的盤子 他接了盤子之後 然後說 怎麼會這麼不小心呢 他就把我手拿起來 他就把整隻手指 然後就說了一句 喔沒事啦 乾淨了 我這個時候差不多要尿褲子了吧 我後面有客人 然後阿姊他們又不在 我又沒有人看到 可能我想給他一拳我也沒辦法啊 我就只能用開玩笑的方式說 哎呀 阿哥你好髒喔 我要去廁所洗一下 進了廁所我先深呼吸 我就覺得有點想哭 沒有怎樣吧 肯定是開玩笑的啊 在背景上這種事情是很正常的啊 他可能都是這樣啊 也不用跟阿姊說吧 大家飛完也不太會見面啊 就當作沒事 四面見太少了 然後在廁所的時候 我已經想好等一下要面對了 我就想到說 阿姊剛剛不是叫我跟他一起 於是我走出廁所 我就慌張的說 啊哥我去經濟帳幫忙哦 然後我就要手刀下去 他都還沒有回我 可不可以 我就直接下去了 我就看到阿姊一面走來 然後阿姊說 走啊我們回去了 下面OK了 Honey you remember啊 you swap walk with me啊 然後我心想說 太好了 這樣就沒事了 剛剛那一次就忘記就好了 可能他有看出我的表情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啦 其實他暗示我蠻多次的 只是我看不出來 阿姊可能跟他飛過 可能有耳聞 或可能他看我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阿姊可能已經知道了 結果我好 殊不知就是一個菜逼 我完全沒有反應 所以呢 我們在training的時候 前幾個教你的東西就是 observation 你要能夠觀察客人 你要能夠觀察你身邊的人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是我小時候的事情 也是蠻可怕的 所以我就有點不想說 微帶過就好了 微帶過就好了 我不細講了 一年級二年級的時候 那時候我的父親就是要考外交官就對了 那個年代就會有很多人幫助他嘛 其中一個他非常厲害的長官 都對我們家很好 然後對我也特別好 一直說他要把他兒子長大 要跟我這個聯姻嗎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爸在台北受訓 我好像就是有都會去台北 我以為我們都是住他家 然後他就是會抱我 然後呢 我就感受到他就是 用這樣的感覺 就在揉我的胸部耶 然後他就是越揉越近來 越揉越近來 然後那時候我還小 但不過我還蠻機靈的 其實我就落跑 因為這個人對我爸的人生當中 都算是蠻重要的 然後之後也再也沒有過了 然後這個事情是我大學的時候 我才跟我爸講 反正他已經離世了嘛 就不細講啦 因為細講下去 我的心態可能很崩啦 我就 因為講前面兩件 我其實已經不舒服 所以當一件一件的 me too 事件爆發後 我也試著去回想我的過往 老實說 我不覺得 我完全 我自己的經歷 我完全不覺得 這幾年我有受到任何影響 只是你想到 會有一點不舒服 現在爆出來的時候 我決定打成稿 分享的時候 我發現心態真的是很不一樣 就你會從不舒服 變得有點複雜 然後就覺得有點受傷 然後就會覺得自己好爛喔 但我只要不要去想 就會覺得是沒事一樣 重點是 你覺得現在爆出來的那些人 都是比我嚴重萬分的人 那他們可能是 比我的害怕 不知道再多多少 他們的勇敢 可能一千萬倍吧 所以呢 從那幾次之後 我就會表現的 就是比較精明啊 比較兇啊 或是用自己很開放 就我就是一個很開放的人 來 來 裸體 怎麼樣 感覺說可以嚇到別人 或者是別人也不會再來欺負我的方式活著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啦 那當然啦 如果有人聽完之後 想要把自己的精力告訴我 也可以 撕我的IG或是FB這樣子啦 好不好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錄到這邊了 OK 大家掰 好啦 再送你們一個啦 這個我沒有到這麼不舒服 我只是驚嚇而已 我沒有到不舒服 反正有一次 我也是 跟一個老外 我跟那個老外聊得蠻開心的 我就在Bar裡面 他們當然會喝酒啊 怎樣怎樣 跟他聊得蠻開心的 他也就是非常有禮貌喔 然後講講講講講 我就說 欸 時間已經晚了 我就想說 啊 大家看要不要怎樣聊聊天 然後這個男的就跟我說 啊 你女要回我家聊聊天 我說 喔好啊好啊好啊 OK啊 因為這個人 在我們朋友圈 我們也認識蠻久的 只是我跟他 比較沒有那麼熟而已 於是我就到他家 去到他房間裡面 那個時候 我只是大學生而已 然後他就點了蠟燭啊 我們就開始聊 聊得也很開心 於是他跟我講了一句話 他就說 你要不要Relax 一下 我就回他說什麼 我就說 我很Relax 啊 我現在很Relax 他就說 Are you 我說 Yeah 然後於是我們又開始聊天 然後聊完之後 他又問我說 你你確定你很輕鬆嗎 你很Relax 嗎 我說對啊 他說 喔那他也想Relax 一下 我說 Yeah of course 就是 結果他就站起來 然後他就脫了褲子 他沒有穿內褲 我就說 Are you relaxed 於是我就 立馬 手刀 拿起我的包包 直接 離開 這算是蠻乾淨的 而且沒有包皮 而且是漂亮的那種 這個算性騷擾嗎 他沒有強迫我啊 我走了 他還是讓我走啊 我就說 I don't think so 然後我就走 他就說 OK 我跟你講 人帥也不行啊 我覺得人帥這個東西就是破滅 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這個 可能對我來說沒有構成性上 因為他沒有強迫我 他也沒有把我怎樣啊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 不構成 他只是想要 用肢體語言來告訴我說 菜我們做吧